手拿画笔在案台前小心翼翼的勾勒着线条 眼前,80后的福州小伙李珍正在工作室内埋头作画 他的身后挂满了已经绘制完成的作品 古城福州因为丰富的民间信息文化 曾被形容为半成烟火半成仙 李道环神像画在福州已有百年历史 到李珍这,已经是第四代 从小耳濡目染让李珍对神像画有着浓厚的兴趣 大学毕业后,便随同父亲开始了这一记忆的传承 7月15日,中心社记者来到李珍的工作室实地采访 走进工作室,李珍正在绘制着一幅神像画 只见他细细研磨着颜料,画笔轻张 顺着原有的线条一笔一画慢慢勾勒填充 作为福州飞夷李道环神像画的第四代传承人 李珍心中有一个细节丰富而严谨的神仙图谱 36护法,谁面亲,谁面赤 各执什么法器,各长哪些悲喜 对李珍来说,这些都是他信守年来的常识 我们要遵循传统的道教文化,佛教文化,民俗文化 那来根据这些文化来绘制这些神像 就是让这些神像的形态,专术等等 符合这些我们传统的文化 李珍告诉记者,每尊神像的美眼、衣饰、神态都有定力 但具体到每个地方,神像造型往往会有地域差异 五六岁起,李珍就跟在爷爷和父亲身边 看他们绘制神像画并捉笔学样 李珍脑中的神像图鉴是三十多年来的日积月累 采访中,李珍和父亲李连通给记者展示了百余年前先祖流传下来的自画像 这些画历史百年而不褪色,依旧保存上好 李珍解释道,作画使用的颜料来源为矿石 通过研磨自制成颜料 此外,作画中,他们会根据宣纸、棉布、灰墙等不同画底调制不一样的颜料配方 还必须考虑神像画的放置位置 有无阳光直射,周围温湿度等等 因此,即便现代有了更为方便的画工颜料 但李珍依旧遵循古法 十多道工序从不减省 我们采用矿物质的颜料 就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 就是比如说这种是画在圈布上 或者画在纸张上 或者画在墙壁上 或者木板上、铁板上等等很多地方 那根据不同的底本 那我们采用的这种 就是颜料的调配方法是不一样的 还有个它环境 周围环境的湿度 那我们来根据这些来调配 它不同的颜料的配比 配方的比例 那做到尽量让神像画做到这些利酒弥新吧 曼光初细活 绘制神像画也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多年来李珍和父母、妻子、全家人都在这七十几平方米的工作室内创作 现在李珍的作品不仅散布于福州及周边地区 还有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地的侨胞向他定制神像画 加拿大、美国啊什么之类的 华侨它这些交往都很多 他们都会进来订 那就是说经常来定制这些神像画 那就是他们怎么讲 就是对这些神像画也有各自的要求 那各地方的神像的话 可能要求会有些差异 然后更护地方的文化差异 来绘制这些神像画 每天李珍都在工作室内创作超过12个小时 在他看来 神像画因制作技艺繁琐 学艺期漫长 目前整体传承处于相对弱化的状态 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 让这门艺术能够代代相传 尽量说把这些道教这些传统这些文化 就是传承下去 因为毕竟现在年轻人做这一行的很少 就很容易断掉这种传承 那我们就 我尽量就是说 尽量让这些传承能够传承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